阿里迎来治安时刻 反垄断法第二刀再次向阿里落下 作为阿里大本营的浙江坐不住了 浙江省为经济工作会议早开明确表态 要以此为契机主动作为 力争在整体推进公平竞争 监管创新和推动企业竞争力走在前列 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这背后的信息就不解读了 总之心情复杂 此前一天新华社《人民日报》打出组合权 众伴发布了市场监督总局 依法对阿里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的报道 并给出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定调 谁不讲规矩谁不成方圆 但凡上升到规矩这个层面 性质就很严重了 果然另一条消息紧碎而来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 约谈什么呢 为了避免反间猜测 此次则直接给出了方向 敦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 法制化愿者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一句话就是 蚂蚁力欲归了 国家多不为 就如此密集的向马云出手 而且约寒地点均损在了寒州 这很不寻常 因此这时候的浙江态度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欠必须 而向来高调的马云也整整消失了60天 一 谁举报的阿里 为什么 突然启动对阿里巴巴的调查 就在10天前 世间总局向阿里砍下了第一刀 并做出了50万元的顶格处罚 这个所谓的顶格处罚 对阿里来说 无疑是个毛毛雨 脑痒痒都不是 虚然老百姓是不满意的 高层应该也不满意 于是更大的一刀就紧跟而来 依法进行立案调查 理由是 有人举报是监管总局 阿里巴巴存在二选一等垄断行为 上升到立案的程度 就不是开个罚当那么简单了 严重的话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的 问题是谁举报的呢 目前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举报的呢 也不知道 举报的内容是什么呢 还是不知道 这些报道里没有说 我们也不敢问 我只知道 受调查影响 阿里市值一天就蒸发6000亿 质问市场的震动可见一斑 我认为 举报者未被破二选一的中小企业 他们已经冷了这么多年 但阿里已经长成了事无霸 他们只能够逆来顺手 而现在 分身鹤立草木皆兵 随便一根稻草都可以是 阿里无法承受之中 单断不断 匕首其乱 迟迟不出手 更待何时 当然 一上是一种推测 这到底是 一个局还是一个谜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封口烂尖上的阿里 要过这一劫 不仅需要他度 更需要制度 想想阿里和工商总局一战定乾坤 而后的五年阿里一记绝成 那真是充分得以马蹄及一律看遍长安华 逐渐膨胀的阿里开始不按套路触盘 仅仅一个支付宝平台 就绑定了无数资本 当然 也绑架了国际名声 而先对滞后的监管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只蚂蚁毒引发作 长成了大象 在三大西托币平台 阿里的份额是58.2% 京东16.3% 拼多多5.2% 而其他的苏宁 微品汇才1点多 国美和亚马逊更小的可怜 当你看到这个数据 就能够直接感受到二选一的战争含义了 早在2015年11月初 京东就接到了商家反应 阿里在双十一促销活动中 胁迫商家进行二选一 市场份额永远小于阿里的京东份额举报 称其妨碍了正常的市场行政 但阿里连工商总局都不放在眼里 能把区区一个京东举报放在眼里 随后阿里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二选一开始从双十一扩展到了618 直至最后变成了独家合作 就对无数的中小商家来说 无论阿里提供的服务是好是坏 他们都得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同样没得选择 商家都被赶到了一个平台上 没有了货币商家 消费者还薅个毛 我们虽然早有垄断法 但对于互联网监管这一块 却一直是没有修订 更没有具体的可操作习者 导致市场监管失恋 眼睁睁看着资本巨少 不受限制的狂奔 2019年双十一前夕 阿里公关部完帅 就二选一问题 再次强制夺利 所谓二选一 从来只是一个唯命题 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这也是某些企业 常愿的竞争手段 可以说是翻脸的速度 比脱裤子还快 轻化的意思就是 别跟我讲法律 二选一很正常 看来被资本 闷住双眼的这匹野马 已经狂奔好久了 不然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明知道二选一 是一种排除竞争的绞杀行为 是市场垄断 是违法 还离直气壮地说 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这吃香就显得太丑陋了 套用诸葛亮的一句名言 我从未见过 套用无耻之冷 哦 翻垄断究竟翻的是什么 阿里的这个冬天 分血交加 显然 叫停IPO不是开始 而反垄断立案调查 也不是结束 一场针对互联网巨头的 收网之战也正式打下 这本无序野蛮的生长时代 宣告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 国家要把阿里一棍子打死 要是要让他们 敬畏市场服从监管 我也关注到一个细节 在新华社发布立案调查通稿时 《人民日报》 则配合发布了评论文章 加强反垄断 监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这也正是严管深爱的直接体现 意味着 国家对平台经济的发展政策 不会改变 但要在监管和引导推动下 周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写到这里 很想问大家一句 但我们反垄断时 究竟反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 能于一云 做生意的最高目标就是垄断 但做生意的最低底线 业势垄断 一旦垄断形成 就意味着无数小商家被绑架 无数消费者被烧割 现在已经到了全民零付费时代 所有人都将为巨头们的流量垄断买单 中国现在有1200个家族 控制着国内4000家的上市公司 你说不管行不行 但由资本这么垄断下去 行不行 曾经我们也为烂天下没有难做生意的口号感动过 也为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变银行的魄力激动过 但不能够一退休就返回自我 泛令资本胡作非为 现在的市场成什么了 不是没有难做的生意了 而是变成了离开你什么生意都做不成 不用等到伟大的102年 22年蚂蚁就长成了大象 阿里就变成了世事大道 而曾经万民静养的屠龙者也变成了恶龙 但道已有道 但一个企业家不用法 而是靠家法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 被收拾的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这也是为什么外滩分云之后 为何众多的大佬开始集体反枪 并快速地形成一股强大的国家力量 对阿里展开了疾风咒语般的大手术 如果不能够用最快的时间剥除资本的蓝氧 等到他们反噬社会时 必然是血流成河 据得上次外滩炮轰监管局 已经过去了整整60天了 马恩再也没有露过面 更没有说过一句话 世代中的马恩中间要被淹没了